新北市交易局举办国中技艺竞赛 28号上午举行了颁奖典礼 一共有528位优秀选手获奖 并由新北市市长朱立伦亲自颁奖表扬 市长朱立伦在致辞中 特别以放对位置就是天才这句话 来勉励在场学子 期盼这些技职小达人 能够继续以积极的态度 迈向目标学以致用 由能人家商绚丽夺目的 时装彩绘造型走秀 为国中技艺竞赛颁奖典礼 拉开了序幕 为了鼓励学子培养一技之长 新北市交易局以机械 家政 参旅等12个职群 29项主题竞赛项目 在1721位参赛选手中 评选出528位优秀的技职小达人 28号上午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亲自出席颁奖表扬 并在致辞中以放对位置就是天才这句话 勉励在场学子发挥所长 放对位置就是天才 各位绝对是未来能够大放光满 能够为社会贡献的最有用的人 各位同学 我们过去长期来 台湾社会能够有今天的表现 其实就是靠各行各业 在各个领域当中 能够为我们服务的 这些获奖的同学都是国中三年级的学生 透过技职班的学习找到自己的兴趣 像是获得美法第一名的卢州国中洪靖山同学 在训练过程中多次因为无法顺利完成 倍感压力 但最后仍坚持到底 最大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优秀的美法师 新北市交易局表示 这些脱颖而出获奖的同学 将可获得新北市高级中等学校专业群科特色招生 征选入学加分 同时在技优真审实用技能学成等等 都有优先分发的机会 期盼学子们能够依照自我专长朝向目标迈进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